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敢驻足半步 但是营建局却能够在火山口的土地上折服六十年之久 之后开出让人心醉的花朵 他在平时看上去就是一株小小的草 但是在他准备开花的那瞬间 他突然生长得非常快 可以从矮矮的小草垛长成参天大树 开花时期整个树上都抱满了紫色的菊花 在太阳的照射下显得格外娇艳迷人 但是他的生命并不长久 如昙花一般 开出后不久就会自动枯萎 美丽消失不见 只留下一地枯萎的花瓣 随着风起舞 化作春泥滋养着新的一株营建局继续生长 等待着六十年后的花开 营建局它之所以名贵 是因为它珍贵的品质 虽然生长环境非常艰苦 但是它开的花朵 却能让所有见过它的人一瞥惊鸿 大家在旅行的过程中 有没有见过其他珍贵的奇花艺草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